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感觉到 其实生活在长沙 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可以吃得痛快俊俐的口福 环门土肌来说 汤子很醇厚 基本上都会用它来饭饭吃 大食的菜加上了味 我是田区员 餐食人郭建 环门土肌来说是一直都有的 体诊的改变 烹调的方法也在改变 味道也在改变 然后味道给人留下来的记忆也在改变 那么时间一长 这种感觉就会消失 这种鸡我们是自然范养 是在大山之争 自然生长的 因为它不断地行走 每天至少是两万多步 它在这个过程中 它的肌肉比较结实 防门土肌基本上用的是抹鸡 到十个月以后 我们再用来焖或者烧或者是动它 我们刚才抓这只鸡的时候 是趁它下蛋的时候 除了下蛋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办法夹到的 两厘米 接防得快 稍微焯一下水 去掉它的这个毛腥味 焯水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煮透的 主要是煮到大概是二分之一吧 我们在炒姜的过程中间 基本上都把姜汁啊 基本上都淹于到油里面 打过头来我们大部分的 就是用这种姜油来炒菜 然后通过油再淹到鸡肉里面 煸炒的过程呢 它要讲究火候 一定要炒透 当鸡还不够生的时候 它那个翻锅的感觉 和有没有熟透它是不一样的 当熟透的时候它的感觉 它就好像鸡压在锅里 它好像感觉到它硬一点 这个是一个微妙的感觉 加了一点油 感觉到骨头已经炒透了 才开始加高它 大火烧开 下火位置 一般是半个小时 煮透以后我们在大火收汁 煎油啊 煎香味浓一点 味精啊 胡椒啊 胡椒啊 这个红椒主要是用来点缀的 大火收汁收人的时候 肉与汁吧 味道是完全融合的 用这个汤汁来泡换 其实是很好吃的 感觉到有点沾牙 其实云烟价值很高 烹饪这个行业 我感觉到它是一个不大精神 又很扎根落地的一个事业 在我们这个成厨的过程中间 我们确确实实找到了 有一些很好的味道 所以就很想一直把这种味道能够保留 大师的菜 加长的味 我是田居原创始人郭健 欢迎大家来长沙做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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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3 山上面